病毒可能慢性在身体里面生长 那生长的部位呢 有时候是在呼吸道皮炎 有时候呢 就是会在这个糖味道 过去研究也有发现了 在SARS或MERS这些冠状病毒呢 其实大概有两成的人 会出现糖味道的症状 不过呢目前来说呢 假如你比较担心呢 你就是注意 这些事情有做到 就算你跟确诊者共用 到厕所的传染机会 应该还是不高啦 目前来说呢 我们有些人感染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呢 其实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是短期感染 就是可以在几个礼拜一个月 把这个病毒清除啦 但是也看到有一些人呢 这个极少数的人呢 他们会有这个 跟病毒有点共存啦 就是病毒可能慢性在身体里面生长 那生长的部位呢 有时候是在呼吸道皮炎 有时候呢 就是会在这个糖味道 因为这个AC2这个受体呢 其实在糖味道也非常的多 那听管病毒呢 有可能就用这个受体呢 在这里的慢性的成长 所以呢会有一些病人呢 他可能长期在大病人的分辨中呢 能验到这个新冠的病毒啦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不是很多 应该是小于一成的人 会有这些事啦 其实应该说是比较少啦 可能100个人 里面一两个可能也不到 那目前呢 本土的数据还不够啦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美国的数据 美国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那现在大家会关心的是 这些人呢 持续的排除病毒呢 会不会有传染别人的人力啦 其实呢 照理论上来讲 这样应该会有传染给别人的人力 因为呢 他分辨里面有病毒 假如这个人呢 他上完厕所呢 有占到一些 可能就传染给别人的人力 可能会因为这个手的 触碰啊 接触去传染 不过呢 目前来说呢 假如你比较担心的 你就是注意这个戴口罩 请洗手啦 这些事情有做到 你被传染的机会 应该就会降低很多啦 目前 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 如今还是以 飞沫接触为主啦 所以如果你有戴口罩 请洗手 就算你跟确诊者 共用到厕所的传染机会 应该还是不高啦 面对面的这些 飞沫传染机会比较高 还有接触 传染机会比较高 那接触就是你记得洗手 应该就比较没有关系了 当然这个人持续排病毒 当然还有机会传染给别人 可是 目前来说呢 台湾我们比较没有全面去 查这个粪便中的病毒量啦 所以台湾目前数据是怎样 亚洲人是不是有这现象 其实我们不清楚 那现在唯一防腹的办法 就是大家记得洗手 应该就可以阻挡这个病毒传染给你 抵抗这个病毒呢 我们都还是靠免疫力啦 所以免疫力就是 最好的方法啦 就是有打疫苗啊 或者是你有这个 就是比生活作息啊 运动啊 这种免疫力正常 应该就比较不容易有这种 带毒的状态啦 我相信那些带病毒的人 应该免疫力都有一些缺损的问题啦 所以才比较容易发生这些治疗 那一般人如果免疫力正常 比如打两剂或三剂疫苗 应该就不太会发生这种事啦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挑人的啦 对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这种治疗 过去研究也有发现了 在SARS或MERS这些冠状病毒呢 其实大概有两成的人会出现肠胃道的症状 那现在的Omicron呢 其实也大概有两三成的人 甚至少一点会有这肠胃道的症状啦 所以不能排除这个感染 你会有影响肠胃道啦 那会不会变成慢性感染呢 其实机会应该是很低啦 因为肠胃道不是它适合生长的位置 除非你免疫力真的很差 它才有机会这样慢性生长 所以还是一句话呢 把免疫力顾好 应该就比较不会发生这种事啦 那如果担心别人传染给你 一样就是请洗手戴口罩 然后赶快打疫苗 这就应该比较安全 感谢观看